北京时间9月7日23点40分,出征西亚的中国男族将与卡塔尔队上演一场交锋,这是中国男族为了备战2019年亚洲杯而参加的第一场热身赛。 央视CCTV物体育频道将直播本场比赛,解说这场比赛的是央视著名足球评论员贺卫老师,国足于5日凌晨前往卡塔尔,开启本次的西亚之旅,抵达多哈之后,球队当晚在埃斯拜尔训练中心的一号训练场,进行了首次训练,中国队将在多哈与卡塔尔和巴林各进行一场热身赛,目的是为了检验阵容,找到不足。 为明年的亚洲杯做准备,临出发的前一前,中国男族在广州集结,并在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,拍摄了一张全家福,随对前往西亚参加本期集训的球员共23人,其中包括李学鹏、冯萧琴、藤成、木热和马提江、郑正、于汉超、张希哲、高林、杨絮、王瞳等。 虽然李皮不管是在广州集结时还是到达塔塔尔之后,对待训练的态度始终非常认真,也对技术细节要求非常严格。 球员们也对这场热身赛充满信心,但国族今夜客场作战面对塔塔尔,却并不被看好,相关机构为本场比赛开出的赔率组合是2.40、3.30、2.85。 中国对此战的前景其实不容乐观。